對象計程車突然先是擦撞黑色休語車 正當駕駛想看清楚發生什麼事 下一秒他跨越雙黃線直直撞了過來 駕駛看殺驗 小黃運將你在幹嘛 怎麼開車的 開車開到暈了過去 結果連撞了好幾台車 被撞的車還好只是車殼受損 基隆市中山路上三號下午四點多 證明六十八歲的零性計程車司機 趁著廉價出門想多賺一點錢 在客人從萬里到基隆 突然血糖固定暈眩 失控衝到對象車道 其實靠營業登記證 雖然都有體檢 但每三年得換發一次新證 只是六十歲以上的駕駛人 必須到指尖梯間所檢查 則是每年定期檢驗 證明運將再過兩年 就不能開計程車了 這回發生暈眩釀禍 幸好沒有人受傷 只是下回開車上路 真的要多留意身體 TVBS新聞流行可以往思春 基隆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